大家好,我是一航米足迹的田径 这次我来到了广东深圳的大鹏索城 就在深圳东边的大鹏新区 乍一听大鹏索城几个字 还以为是写错字了呢 不应该是古城吗 索城是个什么洞洞 都说深圳是座新城 没历史,没文化 可是你知道吗 深圳又叫鹏城 这个名称就是因大鹏索城而来的 庄子《逍遥游》中写着 北明有鱼,其名为鲲 画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辈,不知其几千里也 古人把连绵千里的山峰比喻为大鹏鸟 把索城跟前的深圳第二峰 七娘山称为大鹏山 也就是大鹏地名的由来 深圳也有了鹏城的称呼 大鹏索城是建于明洪武27年 也就是1394年 距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据清代《新安县志》记载 大鹏索城在县东120里大鹏岭之路 内外其以砖石 沿海索城,大鹏为罪 它是个方形城池 占地约11万平方米 城内有一座海房博物馆 以前是粮仓,叫大鹏仓 现在里面展示了整个大鹏索城的历史 这座古城的全名叫做大鹏首域千户所 大鹏索城其实是一座古代的海房军事基地 是为了抵御倭寇而建的 明代位索制度 都司下面就是位 位下面就是首域千户所 五千六百人为一位 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 每千户所为一千二百人 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 清家境十五年 也就是1810年 出于海房需要 清政府在广东增设水师提督 驻扎虎门下设五营 大鹏索城为其中一营 外海水师营 由于大鹏索城的地理位置 和海房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前后的60多年间 大鹏索城战备地位逐渐提升 从营到邪 中国沿海一百座索城 连称的这一条海上长城 鸦片战争后 英国人占领了香港 大鹏索城也就成为了 抵御英军的最前沿 大鹏索城整体四四方方 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思想相吻合 作为一座军事堡垒 建筑考虑的第一位 必须是先把这座城守住 防御是第一要素 城门采用的一顺一钉 犬牙交错的排列 再以糯米和被灰勾缝 实现最稳固的城墙结构 排水系统也建得非常科学 据史料记载 索城600多年来 没有发生过水灾 房屋依着自然地貌高低而建 中间高 四边低 北边高 南边低 整个古城的地势 像一只乌龟的背 雨水往四周散开 流入大海 城内中年不积水 索城里有好几座将军府 一定要去最大的一座看看 就是赖恩绝的震威将军地 道光皇帝预提的震威将军地 匾额和门帘 移入将军地 四周高柱围墙 院落规模宏大 雕梁画洞 相当的气派 当地流传着 宋有杨家将 亲有赖家帮的说法 赖家是广东的名门望族 代代习武 报效国家 三代出了五位将军 其中赖恩绝将军一生三十六战 战无不胜 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刚不离手 手不离刚 这句挺有意思的 赖世家训 文官愿为清利寿 五官敢当杀场族 1839年9月4日 赖恩绝率领的中国师船 在九龙海战大获全胜 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奏 我兵以少胜多 足使奸以胆落 道光皇帝高兴地在奏章上写下 可家之志四个字 并赐了这座 辉煌气派的将军地 也是大鹏古城内最豪的豪宅了 你看这几个就应该是屋子正中间的 由于豪宅太大了 现在里面有些房间布置成了展厅 当年 清政府一旨南京条约 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 赖恩绝自此落下了心病 郁郁而终 临终前留下遗愿 希望有朝一日收回香港岛 1997年香港回归前 赖世后人回到了大鹏索城 在府内挂上了一副 还我祖愿的牌匾 从明朝初期的抗窝斗争 到清末的鸦片战争 大鹏索城屡遭战火及台风的损毁 但守城官兵一直刻尽职守 屡毁屡建 直到建国初期 古城仍然保存的比较完整 但是近百年来 大鹏索城已经没有驻军 成为了居民区 古城也是日渐颓废 而且还经历了日本清华战争 和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破坏 古迹就只剩下残垣断壁了 现在政府拨款修缮了大鹏索城 整体延续了明清时候的建筑风格 窄街小巷石板路 成为了文艺青年拍照发圈的 好去处 关注一毫米足迹 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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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